大家好,我是超哥 接着咱们上一期咱们再讲 这是多年级一个管路系统图 这是它的四通阀 那么高温高压的气态制冷器通过四通阀 从这里流出 然后进入咱们的室外机化热器 室外机化热器 对制冷器进行散热 那么咱们的制冷器在这里就会转化成液态 其实它是一个七液共存的一个器器 那么这里有一个化粧传感器 然后通过咱们的跟着过滤器 这是咱们的制冷器电子膨胀法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制冷器会从单向法流过 会从单向法流过 这个制冷器电子膨胀法是完毕状态 那么过来之后 咱们的制冷器会分为两路 一路你看 这样走了 另一路通过了过冷电子膨胀法 那么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个18叫什么 叫过冷器 这个东西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啊 这个过冷器在这里起的一个二次降温 对吧 对咱们的制冷器做一个二次的降温 那么提高了什么 提高咱们的制冷量 这是多电器里边独有的一个东西啊 那么这个制冷器通过什么 通过咱们的过冷电子膨胀法案 节流 然后在过冷器里边进行化热 最终又回到什么 回到咱们的气氛 所以说在这个有两个作用啊 一个就是可以提高制冷量 在制冷的时候 在制热的时候它可以降低排气温度啊 如果排气温度过高 这个过冷电子膨胀法案同样也会打开的啊 可以降低排气温度啊 那么咱们的制冷器 现在是一个液态的制冷器 通过咱们的盖子过滤器 这边有两个盖子过滤器是并联在一起的啊 然后通过咱们的过冷器 感光爆输出 那么这有个36 这个是什么 这个你看是在这个液管和气管之间 卸压法也认识咱们的系统如果出现这个毒死了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 咱们的压力超解器检测到之后 咱们这个卸压法就会打开 也就是把高低压给它 连通 对吧 那么制冷器继续向下 最终进入咱们的实力机 进行什么 换热 通过实力机换热 再从气管回来 然后通过咱们盖子过滤器 又要通过什么四通阀 对不对 又要通过咱们四通阀 通过四通阀 从上面这出来 往下走 这就是气通光通阀 咱们已经说过了 再往下走就到咱们的气风了 气风就是咱们的制冷机 在实力机里边 没有完全气化的这个制冷机 在这里就要和 进行一个风离 就是将气息和液气风离 那么风离之后 咱们压缩机吸入的是什么 是气态的制冷机 如果压缩机吸入液态的制冷机 那么我们把这个叫压缩机试用型 这样会造成什么 造成压缩机业绩现象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么这个系统图原理 咱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 后边咱们会详细讲 它管路中这些器件 就是咱们的温度传感器 包括咱们的过冷电子碰浪阀 过冷器 这些在这个实际电路中的作用 是如何去工作的 咱们再详细讲解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 感谢观看 再见